本节目由美国华人实义协会赞助播出 各位观众,欢迎大家收看上届中华 我是Mina 李识萍 在今天的上届中华 我们将为大家介绍美国华人实义协会 即将举办的房地产博览会 在我身边有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美国华人实义协会会长Mandy Choi 另外一位是美国华人实义协会前会长Victoria Lam 另外还有一位是这个会的副会长Sammy Cito 嗨,欢迎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Mina,你好 首先我想请你们介绍美国华人实义协会 麻烦看看Mandy或Victoria来说一说 好,那我来说一下 我们美国华人实义协会当时就在1977年的时候成立 原因是在九月的时候 华人不像今天那么有权益 甚至乎某些地域都不容许华人去购买 于是一群很热心的华人经纪就组在一起 去做了这个美国华人实义协会 是希望给其他人都看到我们华人团结的力量 在那么多年里面 美国华人实义协会是一个非牟利的团体 很多时候我们都集合一些经纪的力量 希望推广到一些知识给华人的买家 更甚的是当他们不懂英文的时候 我们尽量会做很多翻译的工作 希望可以帮到他们来促进我们华人买卖物业的市场 是 尤其是对很多新移民朋友来说 在美国买屋其实都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中间的程序很复杂 而且不只是屋价 还要付房地产税等各样东西 可能很多朋友就不太清楚额外的费用 当初你说的成立的目的就是因为 因为早期那些房屋不是华人都可以买 因为我记得我没多久前 刚刚做了另外一个採访 那位女士就说在早期 即是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 原来很多房地产商 就不卖一些房屋给华人 如果她知道你是华人 她就直接摆明是我不卖给你 事实是 真的有这个问题 是的 某些地区是索性 不卖给华人 她就希望尽量分开一些区域 譬如这个区域是某些人种住的 我都不想你华人进来 那就会有这些偏见 在当年的年代 当然我们这么多年之后 不单止我们的团体 有很多团体都为华人争取公平的待遇 所以现在情况当然比以前好很多 是 这个真的很重要 请问Mandy有没有要补充呢 是的 我想补充 正反今年已经是我们47周年 所以美国华人实业协会 都有一定的历史 所以在三凡市湾区 很多华人都很熟悉我们的组织 因为我们主要都是帮助华人社区 推广有关房地产的知识 讯息和有关他们的权益 非常之好 我想请问Mandy 你加入了这个会多久 当初为什么会加入呢 我已经加入了CREAA 美国华人实业协会已经三年了 当初我加入的时候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组织的宗旨是非常之好 因为我们是非牟利的 全部都是做义工的 我当初就是内务副主席 主要是负责我们内部的会员 除了我们会举办一些联谊活动 给我们的会员之外 我们还会搞很多公众的活动 希望公众都可以得到 有关是楼市的最新消息 还有有关是房地产的资讯 他们多了知识之后 就会知道如何可以做一个 精明的买卖家 非常之好 所以 back to Sammy 所以 what motivates you to join this organization CREAA Well an organization like this provides a really good foundation for real estate agents once you join you you have access to other real estate agents you get a good network you get lenders you know appraisers everyone involved in the business is involved in CREAA so for any agent joining you you instantly have an instant foundation that you know if your client has a question you can make any phone calls and get the answers that you need very good Victoria麻烦你说一说 因为我知道你加入最久的 首先Sammy的意思是 有很多经纪聚在一起的时候 就好像是大家都是一个房地产的基石一样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协会 会提供到很多的联系 在关于房地产方面的有能知事 例如贷款经纪 股价师 保险经纪 或者一些东西 我们自己都是要活到老 学到老的层面 我们都可以经过这个协会 做一些讲座 认识的人里面来得到答案 至于我自己 我就是17年开始进入董事局的 在17年之前 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会员 在我会员的日子 我发现美国华人实业协会 每一年都有三两个大型的活动 而且这些活动 都令我自己本人都长知识 所以我对这个协会充满好感 在17年的时候 一个前会长邀请我的参与 我就进入董事局 就一直都帮美国华人实业协会 做一切的宣传 帮忙他们所有的义工服务 直到现在 你刚才提到你们有董事会 亦都有会员制 那你们目前有多少会员呢 我们目前的会员数量 大概就是在200多到400多个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 因为年中的时候我们会有renew 因为我们是年制的 每一年他们都会给一个特定的会员费用 他们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会员 非常之好 那么多年来 你刚才都看到了 你们每年可能都有两三个活动 那除了这个博览会 你们还有什么活动呢 那平时呢 我们都会举办很多不同的港座和工作坊 那主要都是有关房地产 因为我们的会员已经很多年 所以很多专业的人士都对我们的会员有一定的认识 而我们多数的港者除了是地产经纪之外 我们还会有贷款主任 会有股价师 或者是产权主任 还有建筑师 那我们很多都会是给大家一个知识 还有给大家一个平台 除了去联谊之外 还去教导他们 怎么样可以在买卖房地产的时候 有些什么要注意 那我们主要都是做一些知识推广的活动的 非常之好 那就讲开了 今年你们即将有个博览会 麻烦你们介绍一下 是的 那我们会举办一年一度的地产博览会 今年我们就会在6月8日下午的12点至4点 在三藩市日乐区盛雅立教堂里面举办 那我们都会有超过30个展位 这样除了大家可以免费入墙参加之外 还会得到免费的赠品和广座 我们多谢Mandy和这三位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一段广库 广库之后我们会请三位 继续为大家介绍 即将举办的房地产博览会 就是6月8日 我们一会见 本节目由美国华人12协会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商界中環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介绍美国华人12协会 即将在6月8日举办的房地产博览会 刚才Mandy就很简单说了6月8日博览会 麻烦你再介绍多次 是的 我们今年会在6月8日下午的12点到4点钟 在三藩市日乐区圣亚立教堂 地址是850朱达街 我们会举办我们一年一度的地产博览会 跟以往一样 这个活动是完全免费给公众参与的 我们有30个摊位 入场的人士可以玩我们现场的游戏 去赢出丰富的奖品 我们主要都会有一些讲座和咨询带给大家 我们讲座的内容除了会有地产经纪 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楼市状况之外 我们还会有贷款主任去和大家一起分享 和讲解各类型不同的贷款计划 我们还会有专业的地产律师 去和业主讲怎样可以有效和合法 这样退出租务市场 还有大家也有看新闻知道 其实NAR的诉讼案出了之后 大家对于买家用金的知识 都是有所疑惑和欠缺的 所以我们都会有专业的人士 为大家讲解制度有什么不同了 还有买家和买家有什么要注意的 刚才你提到Mandy提到很多重要的点 其中一个就关于7月份开始 很多观众认为7月份开始买家就不用被佣金了 是否对的呢 麻烦Victoria解释一下 首先这个诉讼案暂时只是来到一个方案的阶段 是未落实的 当然落实的机会是很大 值达九成九是会落实的 于是乎我都面对很多客人会问我 我是不是应该不要买家住等到7月份 那我可以给少些佣金 其实在这一方面我们就不觉得这一个 settlement最终是会导致买家不需要给佣金 而只不过佣金是不能够直接写上去 网站那里 经纪的网站那里 代表买家的经纪依然是可以要求佣金的 这件事会比较复杂一点 我认为如果大家真的很有兴趣知道 是否应该要等家屋7月份之后才上市 或者现在趁暑假的时候 楼价设计马上上市 那不如你们真的要来到我们的博览会 我们到时会有更加详细的分析和资料 会输送给各个有兴趣的买家 是 这个真的很好 我相信很多朋友就真的很有兴趣 会想了解一下 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参加这个博览会 就记得在6月8日 时间是中午12点到下午4点 他们就在Sunset Judah街那里举行 麻烦你们讲讲 这次你们这个博览会 因为我知道你们都举办了这个博览会很多年 每一年有什么特色呢 是 我们除了会有广座和有咨询之外 我们还会有超过30个摊位 每一个摊位我们是叫Exhibitor 他们都会展示他们的服务和产品 例如我们有地产界的专业人士 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之外 在教堂旁边的停车场 都是公众可以免费泊车的 所以都是非常方便 让大家可以来参与的 在三藩市有得泊车是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时候人们可能觉得 在Judah街可能很难泊车 所以有泊车位置就很重要 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参加 他们需不需要预先来报名或者注册呢 不需要的 我们在那天里面对外开放的 他们走进来就OK了 就能进来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 应该如何找你们 他们可以留线我们的网址 www.creausa.org 是 非常之好 刚才你们提到其中一点就是利率 所以我会问Sami 所以在升幅率率上升 很多人说 hey I'm not going to buy the house until maybe the interest rate dropped back to before but would it happen that soon or the interest rate might stay high above the historic low from long time ago yeah I think people are comparing the historic lows to now kind of historic highs and I think last year everyone's holding on to their money and just waiting for it to drop but I think they realize now that it's not gonna drop back to the old days so they're they're more willing to buy now they're still a little trigger shy but they're there they're now going out to the open houses you know a a turnkey home that's beautifully done they get a hundred people coming in there in the weekend you know which is a lot so in the the homes they usually bid over and you know in San Francisco so I think the I think people are coming back in the housing market is is hot that's good yeah that's what I'm going to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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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going to say even I'm going to say you know that's very hard to say that in fact you said cararose is really what I'm doing for you it's for thatạt on your wedding or in some power and you're, on your 目前的利息最多在2024年度 可能会减0.25厘或0.5厘左右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揣测 当然我们就不会清楚得过联邦储备局 其实很多时候朋友就觉得 我要等一下 看看连些利率会不会降低 但很多时候这个事实就是告诉你 很多时候这个历史新低 都算是历史新低 可能就要等到十多二十年 或者甚至更加久之后才会发生 目前这几年来说 有可能这个利率波动不会太大 变成如果大家等就不知道要等多久 而且很多朋友 以前我身边也有朋友 就在湾区就说 我也是等迟些 这个房屋市场没那么热才买 结果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等到结果没办法 都是要买 其实如果它早十年买的话 可能更便宜一些 我们现在就进入另外一段广告 本节目由美国华人十二协会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商界中晚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美国华人十二协会 即将在6月8日举办的地产博览会 今天我们也会探讨一下 未来房地产的走势 所以我会想问Sami 有很多人的市场 可能会有很多市场 市场的市场会下落 在北海域 因为上市场的市场 所以在这两个年纪 或一半年纪 does the market really drop i don't think the market has dropped it i think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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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ce that it's been increasing has slowed down um you know what we're seeing now is that the sellers who uh you know completely renovate a home um they're getting top dollar they're getting you know six figures over their asking price uh conversely where a seller who decides just you know just to sell it as is they tend to attract um you know investors who want to come in for profit so they they really come in with low bids so you know for as a seller now you really have to um present your best now you really have to you know before you sell you really have to invest a little bit into the home to get that top dollar um and i think what we recommend is you know you want to get uh 50 percent for what you can invest into um um yeah that we can try to iraicia 解釋一下 thank you 的意見就是房地產就沒有向下的趨勢只不過就沒有往時的 升幅那麼急促那麼在現在賣房子的業主很多時候都希望能夠把 房子做到他很ready的已經是準備有數美輪美換 new to the market 买家一看到就喜欢 已经无其他后顾之忧 买家都会愿意给多些钱 马上买它下来 如果那间屋没有弄得这么多东西 或者简简单单 没有花心机去做这件事 你就未必会拿到一个好的价钱 因为你可能会引到一些投资者过来 只不过是想用低价点拿你的家 所以我想Semi的意思 都是希望那些业主 尤其是你在某些好区域卖楼 很有潜质 可以卖到高价 就不要放弃这一个机会 所以记得也要装修一下 这间屋做得漂亮 就像穿了漂亮的衣服 就变成了价钱自然会高一点 若无出在若身上 Semi,我有一个问题 很多人在增加价值 很多人在几年前 两个月后,人们价值得只有3% 所以人们想要保持自己的房子 但他们不想要保持自己的房子 所以现在有很多房子 在市场上的市场 现在 那是一个问题的问题 有銀行購買人,有些人下跌 資金率不太影響,仍然保持市場 但它絕對資金率下跌 但現在正在回復,我們會看到更多日子 高利率可以說是把地產的速度放緩了 但未至於令房地產真正正停下來 因為需要住屋的人仍然會有很多 Semi 現在我們知道買家可能慢慢… 因為很多人已經雜以為上 慢慢很多人都說 我都不等了,我買屋 但市面上是否不足夠房屋出售 我會有這樣的看法 因為正如你剛才提及過 以前能夠拿到兩厘半至三厘半的客戶們 他們紛紛都向我表示 自己好像有餘中了六合彩一般那麼開心 他們也知道將來這個利息 應該是在他們的有生之年不會回來 所以就算他們在他們的家庭環境有所變化 也好他們都不捨得放棄這個利率 所以也看到有不少的出租屋 現在出租屋出回來 以前有一段時間出租是比較少的 可能因為疫情 大家都沒有什麼意欲想租屋出去 現在我們又看到多一些出租屋 多數都是因為業主拿到一個好利息 他比較容易負擔倒街屋 所以能夠將物業再放在市場上放租 因為不捨得利率 多看一會看看怎樣 即是不想買 因為如果他現在買了換第二間的時候 他剩下的那些,可能未交的那些供款 就變得貴了很多 Mandy,你對未來房屋市場的看法呢 我覺得雖然在去年和今年的市場 都是比較放緩的 樓價的確是相比兩年前是低了一點 但也相信如果隨著通脹放緩一點 和美聯儲那邊真的減息的話 我覺得將來市場和樓價會慢慢升 所以如果真是有心買的買家 都可以考慮現在趁樓市 和逐於低價的時候先買 然後等美聯儲確定減息的時候 你可以做重新貸款 我想問一下這幾年灣區 灣區可能有些地方其實還在升 有些地方真的降落了 麻煩你們可否簡單地說一下 例如北灣、三藩市、東灣和南灣的情況 或者請Victoria說說吧 其實未必一定是某一個區 因為如果我說一個城市 例如我說三藩市 它的地產一直向上向好 我覺得亦是一個不公平的說法 因為在三藩市是一個城市 但是這個城市中也會有一些地產 它們遠足得比較明el 有一些鄰居遮蓋一些區域 就比較走得快一點 所以如果你說哪個城市很特別不好 如果我在螢光幕上這樣說 就對那些城市有點不公平 我就不敢說了 明白明白,非常好 我們說回我們的博覽會 麻煩Mandy再重複一次 我再重複說一次 今年我們的地產博覽會 是在6月8日星期六 中午12時至下午4時 在三藩市日樂區 盛雅立教堂 地址是850朱達 朱達街及霍士頓街 對,霍士頓街 交通也非常方便 還有我們也提過 在當天我們的停車場 即是在教堂旁邊的停車場 會公開給大家去泊車 免費入場 我們會有免費的鎮品、講座 還有小樂器 大家玩了之後 可以參加我們的抽獎 去贏取豐富獎品 其實還有很多人 譬如想了解一下 目前房地產市場的走勢 各樣 當然要問你們這些專家 如果觀眾朋友有興趣 是否就是掃描 在序型光幕上的二維碼 就可以了 是的,那二維碼 會帶大家去到 美國華人實業協會的網址 我重複多次 是www.creausa.org 我們多謝三位 正如三位所說的 六月八日 在Sunset Judah街 舉辦的房地產博覽會 最好的方法 就是大家親自去到這個博覽會 因為六月八日 中午十二點到下午四點 就是850 Judah街 還有他們有免費的停車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任何 和房地產相關的疑問 或者甚至乎是關於這個買家 或者買家 到底還需不需要給這個佣金 不妨去到現場 問問他們的專家 我們今天商界中環時間到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 下一次再見 拜拜 下一次再見